其实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这种图它最适合的呈现 应该是这个叫做漏斗 这一张图最适合的呈现方式 应该是漏斗图 然后主要是要去看说 例如说在这个有看到吗 就是从第一名变到第二名 它其实是缓和 就是这边其实变化很小 有看到吗 第二名跟第三名数就开始缩小了 一此类推 这样听得懂吗 这才是我们比较合适 当今天有22个县市 你要放在一起比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在看这边下降的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他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这张图 你看完你想要去画别张图 你其实试着可以用其他的来去点点看 环形图之类的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你可以试着就是选到它 然后点漏斗图 然后来去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这在看什么呢 2018年的时候 这样子一个变化 这边 这边好像下降 然后这边是比较和缓的 就斜率比较和缓 然后2019年 一样 而且好像有往这边凹进去 这边还是一样稍微和缓一点 中华民国六都 六都的变化其实是蛮大的 其他县市之间的差异 是缓和的 这样可以理解 你这样子来去看到这个现象 你会去解读 好 来请你看漏斗图 这张图我就把它叫做所得收入 然后有没有各线市 有嘛 我的Y轴是不是各线市 所得收入 因为这是百分之百 有看到吗 51.9%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知道吗 它的一个百分比的一个差距 它这边专有名词 就是漏斗 可以吗 所得收入漏斗图 然后前面要加各线市